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像美国苹果等IT巨头,供应大量半导体及产品的台湾企业,业绩低迷前些日子变得愈发明显。 据日经亚洲之前报道,鸿海精密等19家主要IT企业,2月营业收入同比下降8.5%,以中国和美国为中心的个人电脑和手机的需求下降,呈现出来以预见复苏期的局面。 日经调查台湾IT相关领域19家主要企业的业绩,2月总营业收入为新台币1.0178兆元。 19家企业中只有4家实现收入增长,15家企业收入下降。 19家公司中营业收入最高的鸿海,营收下降11.6%。 由于需求低迷,苹果iPhone在中国的生产已经停滞不前。 尽管1月份生产有所恢复,但2022年11月和12月之后,收入仍再次陷入负增长。 从半导体相关领域来看,第一大厂台积电营收增长11.1%,但2022年秋季后营收增速继续放缓。 此前,因车用半导体供应短缺,而表现强劲的连电营收下滑18.6%。 联发科营收也锐减24.3%。 另据海外媒体WCCF Tech报道,市场传闻,AMD已经将2023年第二季,台积电5奈米Epic Geno-i CPU晶圆订单量简直仅3万片。 原因不是5奈米Epic Geno-i CPU销售不佳,而是整个伺服器市场需求减少。 研究数据也显示,在Epic Geno-i,Bergamo和CN-i等各系列伺服器处理器的加值下, AMD的市占率将在2023年提升至20.5%, ARM的市占率也将升至8.1%,英特尔的市占率则将下降至70.9%。 不过,由于全球经济形势的下滑,2023年全球伺服器市场也并不乐观。 根据Transforce此前的一份报告显示,由于Meta、微软、Google、亚马逊, 这四大云端服务供应商下修2023年伺服器采购量,且数字可能持续下调。 Transforce已将2023年全球伺服器整机出货年增长率下调到了1.87%。 尽管半导体寒风不断,但台湾《工商时报》3月中旬报道, 联发科近几机运营都受到消费电子市场库存调整影响。 不过,目前联发科传出接单洞能开始回温, 受电视市场集单、中国手机去库存顺利等影响, 第二季盈域有望重回千亿元新台币之上。 供应链传出,联发科在第二季成功拿下电视客户及亚马逊智慧音箱集单, 加上手机客户订单有望在第二季开始回温。 在电视晶片方面,相关供应链指出, 自从第一季开始,联发科开始向台积电、联电以及B机电等晶圆代工厂, 加大电视晶片投片量, 且相关封测厂也获得联发科通知将加大封测量能, 且预期这波定单洞能将有机会逐渐成长, 成为联发科唯一预期全年都渴望向上增长的产品线。 据了解,在2022年第四季电视市场陆续传出集单, 显示市场库存已经回到健康水位。 自今年第一季起,电视市场回补库存的力度趋势更加确立, 成为联发科在第一季, 就对今年的电视市场抱持乐观的主要原因。 在消费电子市场方面, 虽然整体需求低迷, 不过近期业界传出亚马逊已经开始陆续释出集单, 联发科为亚马逊置回音箱晶片供应商。 第二季目前订单动能仍未显著回温, 但后续亦有机会再度拿下集单。 除此之外,供应链指出, 目前中国手机库存正在逐步转好, 第二季起,联发科下单力道有望稳健回温, 且回温力度有望延续到下半年。 法人推估,联发科第二季合并营收有机会挑战计增两位数水准, 上半年将顺利达成逐渐成长。 同时,据台湾电子时报近日报道, 供应链消息人士称, 包括联发科、联永和瑞域半导体在内的, 台湾主要IC设计厂商的收入 已出现复苏迹象, 表明其库存调整即将结束。 交货期短的集单大量涌入, 市场预期2023年, IC设计厂营收将逐迹回升, 但年内IC市场需求能否顺利复苏, 仍需拭目以待。 联发科二月营收环比增长35.4%, 但同比下滑24.3%, 达到303.1亿元新台币。 联永二月份, 销售额环比增长5.79%, 同比下滑34.83%至76.41亿元。 今年前两个月的收入, 同比下降38.17%至148.65亿元。 由于加急订单的增加, 该公司认为第一季度的收入前景更好。 锐域仍处于库存修正高峰期, 对未来几个月的市场前景仍相对保守。 但其二月收入也环比增长12.9%至619.7万元, 其中一至二月销售额下滑39.5%至116.88亿元。 业内消息人士称, 根据主要IC设计公司的营业额来看, 它们一月份的销售额已经如预期触底。 消息人士称, 部分晶片的订单能见度在7月之前会很明显, 但大多数其他应用的订单可见度在下半年暗淡, 并补充说, IC设计公司在2023年的剩余时间内, 看到需求逐渐回升将是幸运的。 对于市场前景, 有IC设计公司指出, 矽谷银行等美国银行倒闭及一些其他因素影响, 不仅会削弱一般消费市场, 还会促使企业削减开支, 甚至影响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预算, 将导致综合应用晶片出货量下降。 同时, 据半导体设备公司消息人士透露, 台积电的部分晶圆厂利用率, 包括7奈米、6奈米工艺节点的利用率, 将在4月份开始恢复, 比市场此前预期的要早。 根据收到的订单, 消息人士预计, 台积电5奈米和7奈米工艺平台的利用率, 在第二季度将比第一季度有所提高。 消息人士指出, 代工厂28奈米工艺节点的利用率, 也将上升至接近100%。 自2022年9月以来, 台积电FAB15B的7奈米、6奈米制成节点, 产能利用率快速下降, 今年一季度已跌破40%。 消息人士称, 二季度利用率将升至近50%。 由于客户订单减少, 2022年11月台积电FAB18A的 5奈米、4奈米制成节点产能利用率开始松动。 但随着订单恢复, 预计该厂5奈米、4奈米制成产能有望改善。 台积电3奈米工艺技术方面, 消息人士称, 随着生产良率的提高, 产能利用率将在第二季度接近70%, 同时高于第一季度的45%至50%。 该代工厂在FAB18必生产3奈米晶片。 消息人士称, 台积电营收有望在第二季度恢复环比增长。 据晶圆厂工具制造商消息人士透露, 台积电2023年第一季度的晶圆厂利用率, 尽管受到7奈米和6奈米晶片订单快速放缓的拖累, 但代工厂已设法将其整体晶圆厂利用率保持在70%或更高。 同时,据相关媒体3月下旬报道, 在晶片短缺期间, 曾多次上调晶圆代工价格的台积电, 在今年下半年可能再次涨价。 根据半导体设备厂商消息人士透露, 台积电可能考虑在今年下半年再次涨价。 但同2020年底开始的多次涨价不同, 当前全球晶片总体供应并不紧张, 记忆体晶片还明显过剩, 晶圆代工商的产能也并不像此前两年那样紧张。 即便制程工艺先进, 在全球晶圆代工市场占有半数份额的台积电, 产能利用率在今年开始时也有下滑, 并不紧张, 因而它们下半年可能涨价的原因, 与此前也就有所不同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 谢谢。 谢谢。